从西雅图到纽约真是有一种农村人进城的感觉 我们在AM Track上 就是那个新光海岸的火车上 然后人有这么多 有好多人挤不上来 美国春运吗 五月大街上的当当 会怎样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像觉得自己都变时尚了 你看当当这个东北大翱的穿法 是不是觉得特别壮 我们曾经学生时代在这里看过 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们现在在一个老很老的地铁站里面 形容一下现在什么感觉 我们现在来到了纽约的中国城 这个车都不等人的 这里纽约怎么回事 纽约市民 东北姑娘咋了 你说 没咋的 挺好的 我冷我怎么了 我穿多点我怎么了 有意见 不敢有意见 小朋友在玩扑克牌 刚才柳哥又抄袭我的构图了 我们后面就是布鲁克林大桥了 这里人太多了 一点都不好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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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年布鲁克斯大桥 布鲁克林 女王缓缓地走出了火车站 然后开始环顾了一下整个火车站 原来这就是我久违的纽约 我觉得这个小哥都比他演得好 纽约晚上9点钟 还有这么多人排队拉面到那儿了 然后这边一个街以外这些还在排队 只是因为他们不能block这个交通 所以这排队排了一半 然后这边再排了一半队 我跟柳哥晚上去看了一个沉浸式的话剧是沙士比亚一个话剧 一个话剧 一个话剧改编的第一次体验这种沉浸式的话剧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上海也有一家 在上海的朋友也可以去搜一下沉浸式的戏剧 Sleep No More 一百多年的一个宾馆改造的每个房间 就是它有四层楼 每层楼都有不同的场景设置 它总共过程大概是三个小时 你可以跟着某个演员去走他的剧情线 但是他们很多剧情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你只能跟一条线 你最好是跟你的同伴分开 如果你跟你的同伴跟的是不同的角色 可能你们知道的情节会不一样 这样你们出来以后还可以讨论自己看到不一样的故事 这个就是相当于门票 进场前他会发这样的面具 每人发一个里面的工作人员是戴黑色的面具的 我真的是感觉还挺震撼的 里面我跟柳哥刚进去的时候差点被吓到了 还以为是鬼屋 我只是听别人推荐过这个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research 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情节 什么样的场景 我只知道是一个hotel里面可能有一个剧院 然后规矩是你在里面只能带着面具 不可以把面具取下来 而且不可以说话 只能安静的在旁边看演员 有时候演员他会伸出手来跟你互动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跟演员互动 然后据说还有one on one就是一对一的表演 那个演员会牵着你 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单独跟你表演 晚安 晚安 我们柳哥已经在去曼哈登的 Amtrak上了 哇 纽约的交通实在是太让人无语了 你给我Amtrak等了半个小时才来 一会我们去准备跟高跟同学去聚会 他们在纽约 他们已经到了 在点菜了 我们还堵在路上 快跑 快跑 快跑吧 太多人了 怎么感受 激恐 今天是2018年12月30号的跨年的前一天 今天时代广场已经非常非常多人了 新年好 新年好 我来自美丽的中国重庆 向大家质疑 新年的问候 重庆是中国最大的自辖市 具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 这层欢迎大家到重庆 游山峡 泡温泉 披火锅 美丽中国 欢迎你 三岁重庆 欢迎你 谢谢 有一个重庆的哥们 在时代广场唱卡拉OK 我们看完了狮子王 好多人啊 明天会比今天人更多 只在一个时代广场 人太多了吧 我人太多了 我已经迷失在纽约的灯红酒 你什么你已经迷失了 你看我的眼神已经迷糊了 纽约时代广场晚上其实不冷 因为人多 我已经迷失在纽约的灯红酒 你看他站在上面拍 你看他站的都是来拍照的 我们现在在纽约地铁 今天我们跟我们纽约的同学聚会了 加上我们一共有四对couple 然后觉得同学都在这安顿下来 还挺好的 以后来这边就还有熟人可以找 我觉得美国各地都有同学还挺好的 这里还能看到别人房间里面的景 让我放大一下 可以看别人房间看得好清楚啊柳哥 这一户发生了火灾 然后把上面都熏黑了 出发了我们今天去什么中央公园 我今天没有画却眼妆 一直在旁边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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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吹 睫毛高都没吐 不需要 一弦拉面就是上次我们看了 好多好多人排队的 今天好像人还比较少 排个队上台 可以看 今天运气好好了 都没有排队就进来了 我们骑得早的优势 点赞你的idea 在等辣面的是 日本排不上队 但是在国内特别火的网红辣面 对特别火 在香港也要排很久很久的队 真的抢他的吃的了 因为我们有隔间 那个连子点完点完餐以后他就关掉了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 这就是自己往里放对吧 对自己往里放对 吃完布丁 这个布丁超好吃 这个碗吃完以后下面是会有字的哟 想知道什么字吗 自己来吃完吧 排了一个多小时 我感觉要排一下后面 刚才我们在街头 碰到一个当当的subscriber 很神奇 时间很小 感谢粉丝这个时候应该说 感谢粉丝 起来 City Boy又开始嗨了 他特别喜欢纽约 因为他很喜欢那种大都市的感觉 感受一下纽约此刻的宁静 今天应该是全年中人数最多的一天 哪来的宁静啊 请问内心的宁静 心静自然凉 凉凉凉了 自然凉 我们就都觉得很神奇 因为在纽约这种寸土寸净的地方 居然最中心位置有一个这么大的中央公园 这边有个小松树 是 是 是 我 装饰好了,估计跨年的时候就会有人一边吃饭一边跨年 我跟柳哥现在冒着大雨,好大的雨 去地铁站,好大的雨啊,小心水啊,就很多水啊 我们每跑一段就要在一个屋檐下休息一段 纽约真的好冷啊,你看 你可以吹出一个泡泡吗?不行,我已经缺氧的澡蛋 我跟柳哥刚才终于坐了地铁来到这个附近了 他那一站都不准停,所以我们要多坐一站 然后走过去大概走十几分钟吧 这边的店子全部都关门了,他们不让人进了,都封锁了 打了一把伞,一把红色的伞,柳哥说过年了,热闹 走了十分钟以后,安景就把伞扔掉了 遍地都是扔别人扔的伞,我们在地上捡了一把伞 给你们看看安景有多严好了 哇,全是警察,前面就是时代广场了,又被拦住了 我们是这个难忘的,快年,哇,你看别人,排队进那个商店吧 不是,这感觉是销路场,销路场吗? 这么大的雨,还这么多人,大家都好拼啊 现在是晚上7点多,天呐,这个队伍可能排了1000米吧 应该有,到处都是这种栏杆拦住你了 我们快到time square了,已经闻到一股大麻味了 看那边的人已经,哇,在雨中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们终于越过了重重关卡,绕到我们要去的餐厅前面了 然后这边是餐厅在排队 那边就是最中心啦,那边有很多很多很多警察 我们出来了,最后半个小时了 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跨年了 五个都冷得爽下巴了 就像之前和后半个小时了 对 但后半个小时了,你快要去吧 Sydney Rossi's everywhere 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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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认老乡啦,他们一堆悉尼的 我们在讲长沙的啦 长沙的啦 啊 Sydney tis 去排名 去拍 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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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结束了 Happy New Year 好人群渐渐散去了 我们又准备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结束我们十几天的行程 小时的Uber了 还没有等到 纽约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跟刘哥终于到机场 终于有一辆车来 pick up我们了 然后我给了50%的小费 谢谢啦哥们儿 到机场就好了 今天好顺利啊 明天早上的飞机 我们现在凌晨是凌晨三点 我们两个真是折腾二人组 这个Vlog就到这里了 下回我们见了 拜拜纽约 拜拜 拜拜2018 你好2019 你好西亚团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